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要考试的学生而言 其实考试真的是一种悲惨不堪的产物 其实对我们而言 不考试的零压力学习真的十分的诱人 既没有压力又能好好的享受那没有考试的悠闲时光 一开始听到这个提案 我心里真 我心想这两个月内 我或许真的可以过这种悠灾悠闲的生活 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 我的父母亲居然没有同意这个提案 结果我还是要面对这个艰辛的考试 真的让我一哭无泪 其实考试这个东西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到这个阶段我学习的东西 我们是否也没有懂了 可是如果找到更好的方法 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所以想要让其中考收教 也不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 如果人的一生停止学习的话 人活着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学习方式 才能学得快乐 学得有效率 相对的生活也是一样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才能活得快乐 活得精彩 我们一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 掌握自己的主导权 相信自己可以 不要空想行动就对了 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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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各位大家好我叫刘悠珍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主题是 不是演习快乐学学快乐 在执行DFC的过程 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学习到新的知识 为了在不用考试的日子里 也能达到有效的学习成果 因此我们讨论出了利用每周 使用一篇的记录单 来记录我们学习过程 不用考试 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也能达到更有效又快乐的学习方式 但是有些家长的意见一定不同 有同意的 三对也有反对的 当我们出去玩时 有三位同学就是因为家长不同意 而在隔壁班考试 当我们的心情是如此的开心 快乐 但我相信那三位同学的心情一定非常的不开心 大部分的家长都认为考试是学习中学义不可的事情 但是考试是学习过程中的一小部分 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了考试会怎么样 学生的心里一定是想 哇不用考试了耶 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 我幻想着不用考试的日子里 我要做些什么事 整天上网 看电视 多跟家人聊天 逛街 看电影 大学校后 没考试的日子里 我是不是可以去图书馆借基本课外读物来看 不用考试的日子 真的好泄意 快乐学 真的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实现 学快乐 学习是快乐 自动自发的学习 家人们总是用自己的想法来灌输在孩童身上 导致我们的学习变得非常不快乐 记得鲁宾发这部电影的郭云天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 孩子的世界不会无想象语玩 这句话真让我印象深刻 既然是想象汉玩 那大人们为何不让我们放手一搏 至于成功 失败与否 我都是一种成功 掌与学习的成功 我们老师说过 十二年国教后 台湾的孩子学习的越来越辛苦 也越来越不快乐 怎么会这样 这不就违反当初交改的本意 交改应该是把教育越来越切进我们的生活里 让我们更热爱学习吗 也因更加生活好好完成这次DFC的意义 我们想从这次的不是野心的主题里 更加体会话被动为主动学习 并有主动的学习来印证我想象中快乐学 学习快乐的意义 学习正式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快乐的一件事 想象着不用考试 多少班级的朋友露出现实又不可思议的眼神的表情 这让我精神一震 98%以上的我认识一个朋友 不喜欢考试 我真开心选择了这个主题 给创下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不用考大考的班级 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要向大家报告的主题是实践 享受学习的乐趣 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挫折 要学会在失败中成长茁壮 这是DFC活动的题目是不是野心 目的是要测试看看有压力的学习环境比较好 还是零压力的 我不大晓得大家的想法 但是我比较喜欢没有压力的学习方式 由于学生们大部分的压力都来自于大考 而且这次DFC刚好可以让我们体验看看什么是不考试的感觉 但不考试归不考试 我们还是得要打成绩 因此我们有个替代方案 就是平常上课的课程记录 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吸收知识 也有可能就这样变得懒散 而且课程记录的内容是要透过平常上课的笔记 或是自己查询的资料 武冲所制成的一份报告 而每份学习记录都要自己先进行自评 再来给教师回馈 加总就可以代表我们平时小考大考的成绩 在实践这个活动的时候 有人主动去查询资料 很认真地做这个活动 相对的 今天要给教主的资料之后 快快要下课的故事哦 我想原来学习可以这么快乐 自从上次结束了DFC之后 我们又回到了原本有考试压力的生活了 很多人都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面对下次的考试 大家心中都在问 DFC就这么结束了吗 难道下次真的要考试吗 因为很多人对这次的活动 都抱持着意犹未尽的心态 很难有人真正发现它代表的意义 也都是到了事后才领悟它真正蕴含的用意 当然也有小部分同学期待下次的考试 不过理由却是 不想再写无聊的学习记录 和令人乏味的学生自评 这个理由让老师证实哑口无言 但我想这也是多数人心中所想 在执行的同时 班上也有几位同学和往常一样参与考试 但基本上都不是自愿的 而是家常所愿 这也作为了这次活动的比较 当我们愉快地玩耍时 不会注意到他们正在努力地读书 当我们趁着大考当天大摇大摆 跳课出去玩时 也忘了他们正在考试 考试真能领悟到老师所说的一切吗 如果不考试我们学会的到底是对我们有帮助的知识 还是游戏里虚幻的东西 除了考试和不考试 难道就没有其他能兼具有效学习和快乐学习的方法吗 一般的家长认为 考试是鉴定孩子学习成果最好的方法 但真是如此吗 我们和老师讨论了好久 发现学生之所以排斥考试 除了事先要辛苦的读书和父母给的压力之外 还有即使你付出了很多 换回来的却是一张冷冰冰的成绩单 和不理想的成绩 同时也要准备接受父母的责骂 如果考试的目的可以不是用成绩来做比较 如果家长可以不要给学生太大的压力 如果家长可以给学生多一点鼓励 那么学习是不是会慢慢 学生是不是会慢慢的接受考试 并且享受考试的乐趣 原来学习可以这么快乐 原来学习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 应付父母 那么学习自动自发的学习 并且抓住重要的精髓 才是兼具快乐和有效两全其美的方法 谢谢